小甜甜日前突然發文痛批前夫宋先生帶家人拍影片 把家人拿來當作作秀工具 對此宋先生也發生反擊 並加碼爆料小甜甜虐狗 宋先生透露在勞動節晚上時收到小甜甜求救訊息表示 他養的狗有生命危險 從喉嚨到肚子都裂開噴了很多血 但小甜甜沒有送醫而是用尿布直血 因為他隔天要到保姆那邊 之後要去林口拍戲 沒空帶狗去看獸醫 因此要宋先生幫忙 但此也讓宋先生指控小甜甜有虐狗嫌疑 認為他害狗狗受傷檢驗 沒有就醫 而當記者詢問小甜甜時 他則無賴表示 是前夫的干戈到處亂放消息 他已經把醫生證明 院長電話都給經紀人 叫他們自己去求證 這樣最準 也助對方演藝事業跟YouTube訂閱一路長紅 同時也提供愛狗活蹦亂跳的影片 並反問如果虐狗兩三天 狗狗會活跳跳嗎 要對方撒謊也要有嘗試 再度網上引起熱意